为了让今年的櫻花季能够有更多的特色 三次区公所在昨天下午召开了2015櫻花季活动的第一次筹备会 不仅是邀请到了警分局饭店业者还有机关单位 还邀请到了台湾竞技推广协会 由于每年的櫻花季除了市政府的系列活动之外 以往的区公所还会另外再办一场櫻花践行活动 而区公所表示这一次除了践行还会加入櫻花马拉松的路跑活动 我们这次的樱花践行是结合路跑跟去年一样 那我们主要是以三升步道跟嗓同步道做一个践行的一个路线 那在路跑的部分是由台湾竞技运动公司跟我们做一个结合 它的路线是有到跑到青山路有半马跟全马 那目前定的时间是2月28号就是2月28 那地点也是在这次可能会是以台二线靠近三升步道 可能会封一小段因为这次报名的人非常多 所以需要封路 区公所表示以往的樱花季 区公所都会举办樱花践行让民众来参与 并且在三升步道上面欣赏美丽的樱花 而今年也不例外 规划公司则是设计了全马42公里 半马21公里 以及赏樱7公里的三个主别 3000个名额都已经被报名完了 民众参与是非常踊跃 目前的报名就台湾竞技运动公司 他们网路上的报名可能赢到3000多人 除了践行还有路跑之外 我们也有做一些农夫市集 还有一些体验 例如说八萝卜的体验 带着那个场关卡 可能到沿途有几关 那他有盖完了以后 我们是可以让他做八萝卜的体验 但是也是限量供应八玩为止 这一次的樱花路跑还有践行活动 将会在2月28号来举办 一路从三升步道连接北十五线 在街道青山路的樱花步道 而曲公所也希望能够让3G的樱花美景 搭配上最近非常夯的路跑活动 让樱花季更加的有趣味 谢谢许端一三G采访报道